上回我們講到, 韓少龍一回到自己住的那個側子虎, 馬上也叫來京進藤影, 以及烏卓一起商量。 他首先要問清楚京進, 究竟跟趙智書信來往的時候, 又會洩漏他們回來韓歸行蹤。 趙智正是憑自己的背影, 幾乎將自己認出來, 這件事非同小可。 肯定趙智一定在心裏面, 已經認定韓少龍他們會秘密潛回韓丹。 如果不是的話, 又怎會將董馬芝和韓少龍 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聯繫在一起呢? 結果一問之下, 果然, 京進的確之前已經在信裏面 隱隱約約提過, 說自己短期內會回韓丹。 問問問就越問越多, 趙智原來和趙木之間是有仇口的。 韓少龍周身眉頭, 心想, 表面看上來, 趙智對趙木應該沒什麼, 而且還為他訓練過機, 看不出他們兩個有什麼不妥, 因為趙木也跟韓少龍說過, 他不能輕易移動趙智, 不單是因為趙智的父親, 是趙國很有名, 很有學問的人, 而且很疼愛趙智的他那個師父趙霸, 在趙國也很有勢力。 如果趙智和趙木真的有仇, 趙木勢力這麼大, 趙智是報仇無望, 但是, 怎麼也不需要對他假以辭息的, 以趙木這樣為人, 如果知道, 這個是自己大仇人的女兒, 那怎麼會讓他靠自己身邊的訓練過機呢? 韓少龍就皺了眉頭, 在想這些自己想不通的地方, 胡卓突然又問, 他跟趙木有什麼冤仇? 趙智領領頭說, 他不肯說, 騰亦就說, 說不定是跟女孩子人家的徵初有關, 所以他才不肯說出來, 其他人也不知道。 胡卓突然問, 那趙智家族還有什麼人呢? 韓少龍和騰亦聽到那道初很注意的程式,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如果趙智在趙國, 有很龐大的親人族人, 又怎麼肯為一個男人, 犧牲所有的族人呢? 至少, 他就要顧及自己的父親, 但是, 如果要他爹陪他一起走, 那怎麼會得到他父親的同意呢? 京俊就說, 他好像只能夠和爹相依為名, 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唉, 騰亦一拍大腿就說, 你呀, 真是不同事啊。 因為京俊是他帶來的, 使他感動, 要對京俊所做的事負責, 所以他心他也很自責。 胡卓就說, 你不是說回了封信給他嗎? 順便說什麼? 三個人之中, 這個時候, 烏卓是最冷靜的, 所以句句都問在最關鍵的地方。 京俊給他們問問問問, 唉呀, 這樣才會害怕的, 我告訴他們, 我們會用另一種身份在寒丹出現, 來到之後, 才有機會找個聯絡。 韓少龍見他害怕的, 臉色都變得好像幾乎想哭的樣子, 也有些不忍心, 爬掛他肩膊頭說, 情形都不是太頑皮, 他雖然似乎認到我, 但是一來, 不敢太肯定, 二來, 還沒決穿我, 看來事情還有轉環的餘地。 但我又不明白了, 喂, 你既然明知他只是當你是個弟弟, 都不是可以和你成為一個女人的, 為何還要和他口纏不清呢? 京俊就說, 我都不明白的, 不過, 三哥, 我只是知道, 看來, 芝芝很喜歡你的, 如果他做了你的女人, 我一定很開心, 我不會有什麼妒忌的。 藤翊就說, 我們不能被命運操作在女人手上, 小俊, 你和我帶路, 我親手殺了他, 佔是夜長夢多。 京俊聽到當堂全身劇陣, 張開眼睛看著藤翊, 互相在旁邊就說, 看來這個只是唯一的辦法。 四個人之中, 有兩人同意殺人滅口, 京俊嚇到, 幾乎哭得哭不出, 很可憐地望述漢少龍。 漢少龍心想, 如果要保密, 怕且, 連趙府裏面的田征也要殺人才行, 唉, 但是這樣犧牲無辜的性命, 自己如何忍心呢? 於是, 這樣做, 未見其利, 先見其海。 趙志今晚, 很留意我的話, 又對我特別留心。 這些事, 說不定會被那些有心人看在眼裡。 如果他尾頭留意過我, 那頭被殺了, 那不用說了, 一定會有人懷疑是我的。 烏卓冷言, 既然殺不到他, 另一個辦法, 將他變成自己人。 王三, 喏, 不是大家說對你, 我看, 也一定要將他變成你的女人。 這樣我們可以絕對控制他, 同時還可以摸清他的底下。 漢少龍聽到走走眉頭, 望了睜俊的眼, 見到他倒下頭不出聲, 非得心裡見, 對他很聯繫說, 小俊是我的好兄弟, 我怎能夠奪他所愛呢? 兄俊一聽, 很感激的嘛。 只是聽到三哥這句話, 小俊已經很感激我的兄弟之情了。 事實上, 三哥早就被小俊享受人間的榮華富貝, 我還有機會報答你了。 這次, 又是小俊犯錯在先, 差點累死大家了。 小俊, 他跟人家跪下, 向漢少龍叩頭說, 三哥, 你儘管放手對付趙智, 小俊如何心服口服? 三個人聽到京俊這番話, 都感到京俊真的很愛趙智, 為了能夠保住趙智的命, 寧願放棄自己, 去追逐愛的權利。 換一個角度來說, 亦都是自動引退, 很承傳趙智對漢少龍的情義。 漢少龍苦笑說, 我對趙智雖然有好感, 但從來都沒有想過男女之情。 唉, 腦筋一詞很難轉個彎, 何況, 這樣就像那些要搶自己兄弟的女人那樣。 藤翊就說, 你這件事哪個你知道, 使我為了所有人的生命安危去做, 不用有任何空氣。 如果有問題的話, 狠身一點, 都沒有辦法說了, 藤翊總好坐以待敗。 藤翊就說, 是呀, 三哥, 讓我馬上帶你去。 唉呀, 你這件事, 我怎能夠說去就去呢? 再加上, 我聯絡了幾年啊。 其他人都不知道幾年已經來了趙國寒丹, 一聽到很高興的一起追問, 漢少龍將現遇中發生的事慢慢說出來, 三個人都聽到眉頭大舟, 唉, 雖然聯絡了幾年, 但又捐了李源出來, 這個呢, 還有楚國的權貴, 和趙牧呢, 都不知有什麼千絲萬縷的關係, 自己這邊這班人, 要冒充楚國的間點, 唉, 這雲呢, 事情就更加複雜了, 整個煩惱之間, 突然間, 咳咳咳咳, 幾聲敲門聲響起, 胡卓爺上面, 即時露出很不高興的神色, 誰敢在他們, 秘密商量的時候來打擾他們呢? 洞門一打開, 精兵團的大頭領夫在門外說, 有了不肯表露身份的客人, 要來找大爺, 現在在客廳等著, 跟著又說了那個人的衣著外貌, 眾人一聽, 就感到這個人很可能女扮男裝, 但是那些面面相翠, 究竟是變個女生這麼大膽呢? 難道自如自居居然找上門? 唐小龍十一星站起來, 要避都避不開, 我去看看, 他剛剛走出客廳, 一看見那個人, 哎呀, 當堂高興你什麼, 快步衝上前, 那個被全身闊戴的蒲咒遮蓋著美女, 一見到她也不顧一切走過來, 即時撲進一個懷抱裡面, 整身的因爲激動和興奮, 猛地震起來, 原來這個女生居然是 艷名蓋天下的才女幾艷艷, 杭少龍終於可以將自己的相思之情, 化成兩臂有力的力度, 緊緊地攬住這個青春火熱的身體, 一時間, 所有的擔憂, 煩惱, 馬上都被拋到舊宵魂外了, 他啪一聲, 打在斗篷, 讓他一頭瘦發, 好像瀑布地傾射下來, 好感動的嘛, 真是想不到, 艷然你今晚又來找我, 哎呀, 少龍真是受寵若驚呀, 幾年起的時候, 都沒空你在旁邊看到木燈口外的污果, 用盡力攬住他的頸子, 艷然再也等不到了, 我怎麼都沒辦法再等, 這大半年, 人家每日都度日如年, 飽受思念之苦, 如果不是, 可以和周先生不時談談你, 他更加忍不住, 哎呀, 聽了這些深情的說話, 漢少龍也都沒辦法忍, 即時攔腰把他抱起, 去污果, 告訴他, 是誰來了, 這樣就可以了, 人家轉身, 上臥室走過去, 既艷然整塊臉就馬上紅了, 紅到耳朵邊都紅了, 但是, 雖然很害羞, 將整塊臉都埋在漢少龍的頸側, 但是雙手, 就緊緊地, 狠狠地攬上漢少龍, 一點都不肯鬆開, 本來河少龍都不是這麼喉琴的人, 第一來, 和這個情深易重的佳人, 已經是相思這麼久, 二來也要快刀斬亂馬, 不想讓李源這個功於心計的人承虛而入, 或者用什麼卑鄙手段搶了幾言言許, 那就真是恨錯難翻, 本來他對李源的印象都幾好, 但是自從知道, 他和春生君, 借自己的美利煙煙, 進行這些陰謀交易之後, 當堂整個人的觀感都改變過來, 但是這個時候, 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只在俄室裡面, 緊緊地擁抱著懷中的佳人, 那些溫柔的吻, 像雨點一樣落在他的身上, 而紀煙煙, 也完全融化在自己愛郎的晴天之下, 口裏面, 發出了一連串令人當人心拍的嬌飲, 而整個身體, 就在外郎的懷中扭來扭去, 更加惹起了漢少龍的情欲, 還如屁翻紅浪, 雲山雨收, 他依然很幸福地伏在床上, 那塊臉仍然通紅通紅, 但是側起他的頭, 含情默默地看著漢少龍, 微微地笑著, 漢少龍就說, 唉, 老天爺多麼不公平, 當日依然已經看過了我的身體, 但我要等回大半年, 才有慢平的這個機會, 當然不是啦, 當時人家只是療傷, 那些最不見得人的部分, 是你的善公主做的, 哪有像你這樣, 眼前這樣對人家? 哈哈, 警察女, 現在終於懂得說話了, 剛才, 嗯, 不准你笑人家, 既依然很想轉頭, 不要讓她笑自己, 但是, 偏偏對眼不爭氣, 還直接看著漢少龍, 充滿陽光之美的身體, 更加不願意, 看不到她, 漢少龍的雙手, 輕輕在我身上苦摸, 彈一口氣說, 唉呀, 老天爺, 你真是老天爺, 令人感動的傑作, 千年啊, 剛才, 你開不開心啊? 你依然用力地抱緊她, 眼裡充滿了旁風暴雨之後的滿足和甜蜜, 我都想不到, 男女之間, 竟然說得這麼動人的滋味, 唉呀, 以前, 我真的覺不白過了。 漢少龍很深刻地感到自己對她的愛戀, 所以, 才會因為理緣, 而緊張, 煩惱, 既煙然顯然, 也感到她的這股情緒, 射了她一口就說, 你是不是怕別人喜歡真理緣呢? 漢少龍有點尷尬地點頭, 既煙然是柔情似水的說, 你太看死煙然了, 你男子我也不知道見過多少了, 除了你之外, 沒有人可以令我有半點的心動, 漢少龍之所以可以打動我多煙然, 不是因為她生得給別人好看, 而是因為她的胸襟, 氣魄, 超煩的智慧, 還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英雄氣概。 現在, 講到這裡, 她又很害羞地倒下頭說, 當然還要加上, 我們在床上的前言恩愛。 漢少龍聽到這句話, 輕忍到幾乎要跟她再來一次, 可惜春宵虎短, 這個時候已經聽到雞啼聲, 只要一邊前言, 一邊為她穿好衣服。 紀煙原住的地方, 是韓歸著名的大嶼生劉華生的府邸, 來漢少龍住的地方隔了兩條街, 漢少龍陪著她, 走著橫街窄巷, 避過巡城的兵竹, 偷偷地撩回她。 經過了和紀煙原這一晚的恩愛前言, 忽然間, 所有的困難和危險, 都好像似乎變得微不足道。 第一, 天亮之後, 趙牧的親戚來找她, 項少龍很艱難才爬起床, 趙牧見到她的神態也不知多親切。 來來來, 讓我們先聊聊天。 項少龍就說, 蛤? 不是我們馬上要去幾才女那處嗎? 趙牧的虎少說, 今早一早她就派人來通知我了, 說身子有點不舒服, 所以呢, 要看她不馬的事情, 要改了別人。 唉, 那些女人的心都是五時八六時變的了, 尤其是這些深高氣惡的絕世美女, 可以更加難服侍。 河少龍聽到她的心暗暗偷笑, 有什麼能服侍? 竟然只是聽到自己的吩咐, 取消了這個約會。 免得大家見到尷尬了, 想不到趙牧會親自來通知自己。 顯然, 她有物資要跟自己談。 河少龍馬上叫左右退下, 然後, 走到她身邊坐下說, 後夜昨晚睡得好嗎? 趙牧彈一口氣。 唉, 幾乎沒閉過眼。 憲會上有太多事情發生, 我自己不想去想也不行。 你知不知道, 原來李源今次帶了大批除蟲蟻, 請了上去高手有三十幾人。 這些人是被她最近收留的, 不是她跟我爹的時候以前那幫人。 但是這一幫都是楚國著名的劍手。 平時她在楚國很低調, 免得招惹我爹的遺忌, 想不到一來在這裏, 就從本來面目了。 河少龍就說, 後夜你放心, 我有把握, 要她來得走不行。 趙牧聽到她這樣說, 我好感動地看著她說, 爹真的沒有選錯人。 喂, 你真正的身份究竟是誰? 為什麼我從來都沒聽人提過你呢? 這一點河少龍早就想好了, 所以鬆鬆容容地回答她說, 被人的真名叫河腸, 是丘途族的獵虎。 君上有一次, 為我附近那樹打獵, 遇上羅群, 被我救了。 自此, 君上就刻意栽培我, 又使我整個家族的人都享盡富貴, 但被人說真是恩重如山。 君上想著, 留我做一隻騎兵, 所以一直都沒有將我帶回府帝, 這次來寒丹, 在和侯爺互相呼應上機行事。 到時候這個天下, 還是你的皇家的嗎? 小人, 你這幫人, 全不能夠丘途族內的人, 絕對可靠, 侯爺你儘管放心。 楚國地處南方, 其中有很多地方, 分散居住著很多蠻夷部落, 即是現在的少數民眾。 當地的人, 雖然都是歸楚國管, 但是, 他們以部落群居的方式, 有自己的武裝, 也有自己的族長, 楚王, 也只是對他們傳命令, 趙瑺互菜的東西, 平時對那些土王佈族, 就是非常寬容的。 唐少龍現在所說的優陶族, 就是楚國境內其中的少數民族之一。 那幫人, 以騎舍文靈, 楚國, 在當地都算是有點名氣的。 詔牧區也不是懷疑, 而且高興到心花怒方, 心想, 爹很會用人。 这个王卓虽然继谋这么厉害又有胆识 见识也非常高明 由你的人帮忙再加上洛城的策英 那么这个赵国君主之位 还不是我的郎中之物 现在最大的障碍 只剩下廉婆李牧这两个家伙 赵牧就说 我昨晚想了整晚 终于想了一条街 不过现在时机还未成熟 我迟些再跟你商量 孝城王那个昏君对你很有期望 很想你能够漸漸代替乌家 使我们赵国的战马重新有份公映 你最重要立刻有些表现 康小龙心想 最重要就是你最后这句话 他即时站起来说 多谢侯爷提醒 给人家马上带领手下 去城郊的农场那里 研究一下怎么开脱房子 本日赵牧今早过来 除了是想和他聊聊物件之外 还想找他去敷衍一下 对项小龙似乎都很有意思的龙阳君 免得招邀这个魏国权贵人物的不满 但是听他这么说 只要无奈敢陪他站起来说 那你记得今晚各众的意味 去时去 黄昏的时候一定要赶回来 康小龙答应了一声 将他送出府门 这样才和乌卓全体出动 一起去城郊 来到昨天他们看中藏军谷 乌卓和京俊 以及大部分的人 就留在这个新牧场所在地 设立完仗 陷阀树木收桥铺路 葬模作样一番 其实只是另外设立了一个对点 免得有些事上来一望成瓶 也都怕军进 忍不住会狮子去找赵子 到了黄昏的时候 杭少龙藤役 还有三十几个精兵团的精锐好手 就马不停蹄赶回寒丹 一来都成本 守城官就对他说 大王有预令 叫董先生马送入宫参见 杭少龙和藤役两个交换了个颜色 感到有点不妙 赵王怎么无端端要召见他呢 于是杭少龙叫藤役戒备 自己就跟着赵兵 入宫去见孝城王 入到宫殿之后 成衰将他亲自带到孝城王 日常起居办公的文英殿 而陪着孝城王接见他的 居然不是赵木而是国开 杭少龙见到孝城王神色平静 才放心 见过礼之后就坐在下面 面对国开 国开向他打了个颜色 表示自己有照顾他的 孝城王问了几句木场的事之后 叹了一口气 说 木场的事 董先生你暂时放下 尽量不要透露风声 杭少龙有点恶言 大王有命 被人自当遵循 但是为什么呢 拓展木场的事 势在必行 但是你现在有了些波折 郭大夫 你告诉先生听 郭开是干咳一声 用他那些阴阳怪气的声音 都是那个李源搞鬼 不知在哪里查到 董先生 你从楚国回来我们国家 是要举逐遗迁 所以他早上见到大王的时候 就说先生你虽然是召国人 但是始终都是楚国的神子 如果我们被先生留在召国 对两国的邦家 会有不良的影响 杭少龙一听 哎 几乎生气得要爆炸 这个是什么 关乎国家之间的事 分明的李源 昨晚见到几年 和自己同情 又亲密聊天 所以到几起来 特意拖坏他的事 那不用问了 他还说了其他很多的坏话 幸好呢 孝成王也都明白 自己和赵国都太需要这个董马痴了 如果不是 说不定会马上将他绑上来 送回去楚国 孝成王加重语气地说 画人不会将他说话服在深度的 只不过现在目前形势微妙 这个人的妹 你是楚王最宠爱的妃子 正是权重一时 如果他在楚王面前说回几句 劝他不要出兵对付秦隐 那我们今次合纵就要公拜遂成 所以现在还要敷衍一下他 各位 要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